欢迎来啦,我是抓马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脑洞清奇的科幻电影 死亡半径 男主好男从车祸现场里醒来 浑身是血,好像并未受伤 他走到路边想拦辆顺分车 却没想到一辆车跌跌撞撞的开过来 里面的女司机白眼翻上了天,死了 好男慌张的打电话报警 打着打着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好男离开了车祸现场,来到一家餐厅 走进去发现里面的人全部翻着白眼死透了 他不得不紧张起来 这片区域的空气该不会有毒吧 于是他赶紧逃跑 顺着口袋钱包上的地址来到了一间房间里 好男把房子的门窗都封锁后 终于舒了一口气 但此时外面正有工人在施工 好男写了大字,警告工人赶紧离开 可当工人尝试靠近时 头一摘又倒下了 一个怪异的念头出现在了好男脑子里 该不会他才是那个让大家死亡的源头吧 于是他做了个实验 从远处慢慢靠近乌鸦 来到一丁范围后 乌鸦果然一头栽了下去 这下他明白了 以他为中心 存在着一个死亡辐射圈 直到情况后 他躲进了自家院子的小木屋里 封闭好了门窗 以防伤害到更多的人 甚至连警察上门时 他都只能往后躲 并不准备寻求警察的帮助 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还是出现了 一名女子只身来到了好男家 听到木屋的声音静止走了过来 意想不到并不是说好男认识这个女子 而是当这名女子靠近时 并没有任何异常 女子说出车祸时 他们俩同在一辆车上 醒来后都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所以找到好男 是女子找回身份最后的办法 一同出车祸 让两人猜测起了他们的关系 可在好男的房子里 并没有发现女人的衣物 在下意识里 两人还是认定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 随着他们清醒的时间越久 一些碎片般的记忆 也开始慢慢回来了 女子记起了一个晚上 他和好男在桥边谈着什么 手上拿着一张纸 似乎是他很纠结的一件事 而好男则发现 围绕着他的死亡辐射圈 似乎消失了 靠近他的人并没有死亡 两人回到了车祸现场 车没了 地上却出现了个超级大的黑眼圈 在踏进圈子的一刹那 好男又回想起了一个片段 车祸当晚 他们两人同时都被巨大的闪电击中 这个片段让好男决定 把自己身上的异常告诉女子 女子听后反应非常剧烈 这段时间 广播一直播报着离奇的死亡事件 竟都与好男有关 他无法忍受 自己与危险的杀人犯待在一起 这是一件意外 让两人认清的现实 一名警察开车经过 询问两人的情况时 女子生气的越走越远 到了一定距离后 警察啪的一声犯百言倒地 他们这才明白 只有两人在一起时 死亡辐射圈才不起作用 既然意识到了是身体上的问题 两人当即去了医院做检查 但连续杀了那么多人 包括警察 警方早就盯上了他们 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前 警察大部队就已经冲进了医院 没办法 两人只好先行逃跑 跑着跑着 好男先进了电梯 女子没跟上留在了外面 吓得一路跟着电梯跑 差点把医院里的人杀了个精光 好在两人默契十足 气喘吁吁地逃了出去 这一趟并不是完全没收获 看到布高栏 女子忽然想起 自己那晚在桥边扔掉的纸 正是自己失踪的寻人启事 第二天 两人在垃圾堆旁醒来 光波里传来新的消息 警方已经掌握了两人样貌 结了婚 她的丈夫通过广播让她赶紧回家 远离好男 结合起昨晚寻人骑士的回忆 女子怀疑 这个丈夫有可能是给自己 带来过危险的坏人 所以她要求好男陪同自己 去找找丈夫这条线索 他们驱车来到了丈夫家 丈夫看到好男特别激动 两人好说歹说才让他安静下来 为了让他相信 两人还特意掩饰了一下 死亡辐射圈的功效 这回不由得丈夫不信了 丈夫把两人带回了自己的打印店 打印让两人躲几天 并帮忙处理掉他们被警方盯上的车 看起来丈夫这人还挺不错的 晚上广播里传来了 两人被通缉的最新消息 女子还在地上发现了 她记忆中的那张寻人骑士 丈夫这才告诉她 失踪的是她的孪生姐姐 姐姐失踪一年 Lucy情绪崩溃 到处涨铁寻人骑士 经常彻夜不归 丈夫早就习惯了 没想到这次回来 竟出了那么严重的事 说话间 Lucy又闪过新的记忆片段 那晚在桥上的片段更加清晰 原来她因为找不到姐姐 准备跳河自杀 没想到被路过的好男救了一命 他们俩原本就是不认识的 知道了事情经过 Lucy下意识里对好男更加信任了 丈夫看到很生气 只看好男跟Lucy争论起来 这时好男也开始回忆起新的片段 她记起 曾开车带Lucy去 她在偏僻湖边的房子里 如今他们需要躲避追踪 那栋房子绝对是个理想的地方 第二天 他们说服了丈夫 要一起离开 而丈夫作为他们与警方沟通的 第三者留在原地 丈夫试探性地打了个电话 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没想到警方的反应特别激动 在好男他们还没走之前 就全副武装地包围了他们的藏身地 警察们不由分说逮捕了他们 不过劝阻强行把两人拉开 要知道 这一番动静引来了不少居民围观 两人隔开一段距离 好男身边顿时倒下一圈白眼 除了这等大事 他们也没了办法 好男只得待丧Lucy 连夜赶往了偏远湖边的小木屋 经过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折腾 Lucy也接受了自己不能和好男分开的命运 好男很沮丧 说如果他们被抓住 肯定会被一起关进实验室里 天天做人体实验 这对Lucy不公平 Lucy单单地说 我不在乎 心里还藏了一句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够了 嘿嘿 这可不是一部烂俗的命中注定我爱你 在好男独自出去散心的时候 Lucy在房间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一本笔记 上面贴着不同的寻人骑士 旁边附上了好男如何绑架 盗虐杀女孩子们的全记录 盗到最后一夜 赫然就是Lucy一直寻找的姐姐 此时同样的记忆一起涌进两人的大脑 那个绝望的夜晚 好男在外手连落单女性 遇到了正准备跳河的Lucy 她打算把Lucy带回小木屋 没想到中途被Lucy识破了意图 一顿打闹翻了车 此时天空异象大作 降下一枚球状闪电 把两人困在了中间 好男在镇 Lucy在腹 两人变成了一副电池 失去了记忆 所以这就有了后来 当腹疾不在时 整集疯狂放电 烧坏脑袋把人杀死 得知事情后 Lucy愤怒地要拿枪把好男杀掉 可关键时刻又下不了手 此时一群跟踪他们很久的混混出现 把他们抓住要用死刑 为了救Lucy 好男还是毅然地退出了安全距离 发动电场 即便如此 Lucy腹部还是中了枪 这时选择权就回到了好男的手上 记忆的回归让他十分痛苦 上天既给了他重生 为什么还要把他打回残忍的现实呢 最后 他把Lucy送进了急诊室 一枪结束了自己罪孽的一生 如果还有来世 他会选择做个好人吧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不落俗套的神秘电影 除了太空意向的解释 和结尾人心善恶的探讨 有点牵强外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毕竟人形电池这个概念 真的相当浪漫呀 哈哈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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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